大家好 这里是八百温馨家族 今天让我们来解读 日本梦这篇文章 该文取材自网络 不代表本协会立场 这一篇日本梦 是在日本BBS上面 点击亮惊人的po文 是日本当下军国主义 愚孽政客的国家梦想宣言 第二次大战终结后75年了 原来他们在他们的骨子里 是这样办事的 首先让我们解释 我们中国人的梦 是民族复兴梦 中国梦是人民自由幸福 是国家民主富强 是和平友好 敦目邦灵 是建立在大同世界 是创建人命运共同体 利益是多么的崇高 然而日本人的梦呢 我们绝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 日本人始终怀有他 奴天下的痴心野望 所以我决定 就把这个关于日本梦的文章 让大家知道 这应该有非常好的警示意义 大家多看看 多想想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纵观现在的中美日三大强国 尽管都在纪念二战结束七十周年 都在总结回顾和反思 但三者都存在戊区 三者都存在盲区 由于各自角度不同 出发点不同 国家目标 国家利益更是不同 所以 人类付出惨痛代价的二战 其历史经验教训 实际上 并没有被国际社会认真吸收 尤其是 没有形成历史教训的共识 这一点令人不安 请大家都能够对日本这个国度 有个清醒的认识 大和民族为什么要对外扩张 我们来看 以下就是原文 一字没改 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 及资源的溃乏性 决定了我国发展的终极形势 发动战争 我始终认为 我们大和民族 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强烈的优患意识 与现实主义 是支撑民族不断创新 与发展的精神之源 这就是勤俩智慧的大和人 所独有的奋真精神 然而 世界对我们却是这样的不公平 一些劣等民族占据着 大片肥沃的土地 却不能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源 而我们 拥有先进的技术 成熟的经验 团结的意志 却只能守着 平息的土地 望阳心态 潜伏的危机 使我们意识到 涉猎在世界这个资源有限 充满残酷争夺的现代森林里 只有保持旺盛的斗志 与适当的野性 才能换取民族根本的生存 这就是地球生存的法则 这就是勤俭智慧和大和人 所面临的现实 倒倒 倒国 倒国的命运 最终将会覆灭于海底 匮乏的资源 将会导致民族前进动力的决断 我们唯一的出路 就是军事扩张 运用大和民族的勇武 智慧和精神 去征服亚洲 征服世界 去洗刷几十年前 圣战未获成功的耻辱 用大和民族优秀 去驾驭其他民族的低劣 从而推动整个世界的进步 这是天皇赋予日本民族的使命 这是为维护大和民族高贵的尊严 展开的圣战 在几十年前 尝试征服世界圣战中 我们得出两条教训 一 在未完成征服亚洲 巩固地位之前 不应招惹美国 在新的世纪里 美国应是我们实现 征服亚洲 很好的伙伴与帮手 虽然 在向征服世界圣战中 他会是我们的敌人 二 灭亡像中国这样大国的时候 不能过于着急地一口吃掉 而应像吃撒西米一样 一片一片地吃 中国不同于日本 它是个多民族混合的国家 自身矛盾很多 应该利用他们内部的分歧和差异 分裂这个国家 然后一个一个地消灭 新疆 西藏 青海 宁夏 满洲 都应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分裂这个地区的根据 是他们独有的民族性 这就是外界传播中的七块论 我们具体为分裂中国计划 这是我们征服亚洲 灭亡中国 进行盛战的一部分 在中国 只有东部的汉人具有阻碍我们的能力 因此 如果中国被分裂成七个或几个国家 汉人的力量就会大大削弱 其战略回旋的余地也就大大的缩小 中国的灭亡 日本帝国的复兴也就为其不远了 而只要征服了中国 我们也就取得了征服亚洲的基础 其他国家就会在汉人驯服的榜样下 沉浮于我们 只有这样我们才具有击垮美国 称雄世界的本钱 当然 中国汉人的西部开发战略 对于这个分裂问题有一定的阻碍 但是 我们不应放弃 对于分裂中国的努力 因为 发动圣战的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日本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亚洲 欲征服亚洲 必先征服中国 欲征服中国 必先分裂削弱中国 日本 是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 军事回贤余地很小 只有发展强大的帝国舰队 才能实现未来帝国对于圣战的需要 大日本帝国新国圣战计划之战略步骤如下 一 灭亡中国 征服亚洲 欲亡中国 必先分裂削弱中国 台湾 在我们努力下 已经分裂出去 下一步 我们应该采取 对台湾的绝对控制 即使这样 走 我们也 才走完了 分裂中国计划的第一步 新疆 西藏 满洲 相对发力 以现有技术的水准 日本的发源 已至极限 不尽快发动圣战 没有任何资源支撑 日本经济终会陷入崩溃 但是 在尝试对中国西部的分裂中 中国政府似乎已经觉察到了我们的计划 并制定了中国西部开发战略 这个具有名如同化作用的战略 不但具有重要的经济目的 也具有重大的战略目的 这势必封杀了我们的分裂计划 但事物总有相反的作用 因为随着汉人向西部少数民族区域的迁移 势必增加了汉人与少数民族的接触 同化与矛盾 摩擦并存 五十十年都不会形成汉人绝对的苟骨 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制造挑起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 摩擦 事态发展 有可能向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因此 对于中国西部的分裂计划 应坚决的执行下去 另外 在尝试分裂满洲的计划中 我们却受了来自韩国的主力 韩国至今 仍不允许我大日本皇军 一兵一卒踏上韩国之国土 这是将阻碍我国对朝鲜半岛的控制 势必减缓对于满盟分裂的进程 对于韩国的体制 可以利用外交手段缓和紧张 必要时可以利用美国的压制 对于朝鲜可以利用美韩的军事压制 中国有可能干涉的 既然分裂没那么快实现 时间又不允许我们继续拖延 我们应该适时使用大日本帝国强大的舰队 利用台海冲突或第二次朝鲜战争 一举将中国庞大实力上 并不可怕的舰队摧毁 对于摧毁中国的舰队 美国人是会支持的 台湾人也会支持的 南中国海周边国家 也是十分乐意的 如果成功利用这次行动 我们就可以牢牢的控制住台湾 并使之成为我们的军事基地 由于失去了海空权 中国人对于我们压制朝鲜的反应 也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而芝拿人的形象会受到大大的损害 芝拿人的精神与意志会受到极大打击 他们将会再次陷入大日本皇军威胁恐惧之中 政府的威信大大降低 从此中国赖以稳定基础被打破 借机挑动中国各区域民族分裂势力 开展独立复国运动 则中国不战自若 而我们就可在满蒙重建大日本皇军 关东军本部 为灭亡汉人统治下的剩余中国做准备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要担心经济贫困的俄罗斯会出兵干预 因此对于中国适量的削弱 俄罗斯也是十分欢迎的 通过车臣战争 也可以看出俄罗斯虚弱的军事力量 以无力支撑一场像样的战争 二 巩固亚洲地位 称雄世界 日本在灭亡中国后 理应成为亚洲当之无愧的领袖 要用优秀的大和民族精神 去震慑劣等民族的精神 要消灭他们的语言 习俗 奢靡的生活方式 激烈等民族的劣根性 要消灭这些民族的存在 消灭他们的一切 转而学习我们的一切 要在他们的土地上 用我们的方式培育出支纳日本人 台湾日本人与朝鲜日本人 要使整个亚洲不但统一成一个国家 而且还要统一成一个民族 那就是大和民族 实现这个目标 要和大和民族强大的和力 超人的智慧 无畏的精神 从内心去彻底征服每个亚洲人的心智 要让他们认同 并崇尚我们的精神 敬仰我们的奋进 并彻底臣服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脚下 让他们诬陷的忠诚于我们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牢牢的掌握亚洲 进而征服整个世界 征服世界仅仅依靠日本帝国的力量 还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一些得力的帮手与伙伴 美国是我们瓜分世界的最好伙伴 利用美国压制欧洲 协助德国热曼法西斯政党 重新掌握政权 再利用德国热曼人征服欧洲 事实证明 在上一次为了圣战而签署的盟约中 允许意大利人的加入 对于日本的圣战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罗马帝国的后裔 已经丧失了我们先辈奋争的精神 成为无知的劣等民族 就像我们先辈崇尚的汉唐人 以退化成为低劣的汉人 他们摆脱不了被统治的秘密 最后我们牢牢控制了亚洲 德国与美国控制了欧洲 而后合力从两面将独连体一举灭亡 整个过程大致需要三十年 从以上的原文里 大和倭寇的狼子野心一览无遗 身处台湾的我们应该深切的反省 百姓在生活上 时尚上的媚日 在历史上 慰安奴役 屠杀的史实 都被刻意的掩盖 在文化艺术上 不断地被迫怀日 梁蒋同向被污损 惨毁 他们日波余孽 和皇民 眼生 净若寒残 可是 殖民者同向被毁 不得了 前台南市长 大费周当地 写信向日本天皇 告罪求饶 前台中市长 要重建日据时代的神圣 秒居 宣称 此举是要恢复城市的光荣 终上官知 台湾 已经被日本湾身 视为回归日本的进贡品 我们 堂堂严黄子孙 不能做事日本湾身 知意妄为 我们不能甘于成为每日玩弄的棋子 台独 所高唱露营的台湾自主 其实是每日的马前卒而已 台湾 中华民国的根据地 必须要有警觉 台独 斩断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阻碍了民族复兴的未来 更在无所不用其极里 独化我们的下一代 让他们树点望主 重根挖出他们身上的中华基因 烈化成为日窝余孽和皇民延伸的下一代 讲到这里 大家心里就知道 秦氏正朝着黑暗面发展 我们要如何力枉狂澜呢 我们面临再一次的抗日 这次需要你我再一次的团结 我们一起为世界大同的中国梦 来粉碎狂妄残暴的日本梦吧 我们一起为世界大同的中国梦